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檢視,我是韋琪。 今天邀請到了華信投顧洪玉均,洪老師。洪老師您好。 主持人,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洪海的除夕大日,但一度呈現貼寫的狀況,請問老師怎麼看? 我想在蘋果是每一年,可能在下半年大家比較會去注意的族群 因為每一年蘋果拉貨之前,其實我們也看到說 這個族群的表現都是非常積極 那最近各位看到說在被動元件的部分 其實像我們之前來到節目也跟各位講說 被動元件,當時在最熱肉的時候 我們也已經提醒各位 漲價的這種概念已經結束 那漲價這種概念結束之後 當然資金 他會去尋找一個新的缺口 所以當時我們跟各位講的就是在蘋果的部分 那我想國際這一波從1000多塊拉回到800塊 雖然說現在它是呈現一個比較反彈的走勢 但是如果說這個地方股價還要持續創高 還要再大漲的話 那勢必就是說在整個營收部分 因為它要能夠的然後去成長 或是EPS大幅的提升來支撐股價 那反彈這只是一個反彈 所以我認為說在被動元件這個漲勢 告一段落之後 那我想說下半年的資金會往哪裡 那蘋果的一個機會非常的大 那今天鴻海雖然說除息 但是目前我在錄這個節目的時候 可能是小貼息 但是如果鴻海佩息兩塊錢來講 那外資最近 他也呈現了八個交易日的一個 買超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認為說要填息 這種能力應該會有 但是如果他能夠完全填息 而且股價還能夠續漲 就像說台積電他填息之後 股價續漲的話 那我想各位這個蘋果的一個族群 應該就會被帶上來 那這對整個指數 目前再供1萬1千點 這個關卡 那當然他就是一個助力 其實這個地方 我是跟投資朋友來分享說 為什麼說這一次 在蘋果股裡面的機會 我想各位看到 如果說蘋果這個地方 真的市場所預期那麼差的話 那我想各位你看到大力光的一個走勢 我想我們也是在節目上跟各位講 當時大力光在3千塊的時候 我們說滿足點到了 後來大力光一路談 談到現在 暫穩的5千塊以上 那我們再來看說 台積電其實各位看到 台積電法縮 他也釋出利空的這種消息 第三季也 因收也不如預期 因為旺季對不對 所以股價這個地方各位 也是呈現跳空 跌了兩三天之後 那真正 我現在利空出境之後 股價各位 不但填息 當時是貼息 到填息現在股價又 突破了頸線的位置點 那台積電的一個上漲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 蘋果的一個高階的一個需求 還是非常的大 所以從台積電大力光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檔股票 叫做2474的可乘 我現在金屬機殼的可乘 我現在6月的營收 創了歷史的一個次高點 但是可乘各位 最近也是的突破頸線之後 他呈現一個量縮的格局 所以要特別注意說 那可乘 在每一次蘋果在拉貨之前 通常股價都會表現一個空間 那我們再來看說 包括說這一檔的玉金光 其實玉金光是在鏡頭 光水鏡頭部分 在蘋果的第二供應商 那股價各位看到 從600塊一路跌到 200出頭 那現在各位又回到500塊 500塊 這附近做震盪 所以以這個架構上來講的話 那蘋概股 我認為說 這些領先一個指標 都已經開始大漲的話 那鴻海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看鴻海的一個走勢來看 相對的一個落後 但是各位你看到整個線型 鴻海目前是在組一個什麼 W底 當時鴻海在100塊以上的時候 因為 在 富士康工業互聯網到A股去掛牌 當時我跟各位講說 鴻海當時把最賺錢的 把它分割出去 所以當時100多塊 我認為說 一定要賣鴻海 那你看一路跌跌到 80塊 這附近 我說能夠收穩82 那這個鴻海重新打底的一個機會 所以外資一路賣之後 現在已經連8買 所以我認為鴻海 填席的機會非常的大 如果鴻海填席 當然會帶動整個瓶蓋 當然會帶動整個 紅家金的一個走勢的話 那整個大盤就有機會來突破 1萬1000點 我相信這一點讓各位來做一個參考 謝謝老師今天的分析 歡迎加入老師Light接收更多的訊息 接下來請繼續收看 一分鐘看台股 我想現在整個台股來到1萬1000點 這裡做震盪 這個地方鴻海的一個 除息 當然這非常重要 如果說鴻海能夠填息 那我認為這個地方將會帶動接下來 在蘋果股一些 未來可能要 即將要除息的這些個股的一個走勢 那包括說在一些指標股 包括大力光台積電的這些股票 我想應該都有機會再做創新高 如果說以這種架構來講的話 那接下來台股 能不能夠再創之前的一個高點 那當然要看鴻海這一檔的一個 未來一個走勢 是否能夠填息外資 是否連續進來做一個買超 這樣的一個動作